大家好,我是强子 今天我们出来找一下巧克力跟可乐 已经失踪了两天了 唉,我估计又松多其少了 估计就被人家这个 这个八角香也伺候了 这个年也过完了 巧克力跟可乐也不见了 巧克力就是这样子,老是跑到外面来,老是带着可乐出来 难道难道 我买这些狗在农村养大的话 就经常会被人家盯着 人家经常偷去吃的 估计已经被人家下锅了 诶 诶 这个我可比家的小孩,你看 跑到外面这里来啊 小孩 你不会去啊 跑到那么远的话 你就想人家这个八角香也伺候你吧 这是我那个书工家的 这个 拉不拉多啊 你看就跑到外面这里来了 所以说这些狗就这样子了 不锁起来的话 白天的时候他们就经常跑到 外面这里来离村很远的地方 人家这种 那种说门斗口的 就经常来这里转来转来看到的话 就 把你拉回去,回去了 走 这个 巧克力跟这个可乐 找不到了啊 现在是 只希望奇奇能够出现嘛 希望他们能够自己 自己回来吧啊,但是我觉得 胸多喜少了 然后我们现在过来 我来医院这里做一个检查啊 这两天的话我 我我我我这里 旁边这里一时一时 痛的 过来做个检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吧啊 我有点怀疑是我的这个 这个肾的问题啊 像人家说的 是不是一些肾鞋食之类的 过来做个检查 做个全面的检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吧 你这里等我啊 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 这个 检查出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了 医生说什么问题都没有 反正都没什么问题啊 包括这些肾啊还有这些 怎么知道他说是不是一些什么 检查之类的 但是检查了一下 什么问题都没有啊 都没有检查得出来 但是呢 哎呦还是 还是有点疼啊 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吧 大家 叫我回去 多喝点水 那观察观察了是两天再说吧 反正现在检查了这些 什么问题也没有啊 那我们就先回去吧 我还以为是 一些什么检子之类的 他有点那种 引痛的 突然一下子又痛突然一下子又痛的那种 那种 没什么问题 检查不出什么问题 就是好啊 呃 现在 做事媒体啊 哎 可能 熬夜多了吧 我觉得吧 做这行 感觉身体比以前需要了好多 以前他们做事媒体的时候 哪里有什么这些感冒啊 什么之类都没有过 是能做了这个事媒体 不是感冒 就是腰疼 不是腰疼 就是这疼那疼的 哎呀各种 小问题都有啊 做这行 其实 也不容易 就是可能是因为熬夜熬多了 引起了一些一些 一些不是不适应的吧 先看我们就先回去吧 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又又又又痛啊 要记得 让我发言 来 九个粒没有找到啊 没找到 这咯 为了散火锅了 很大很大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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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来 这个 你再 在 你要把外面就要到时候你都不见 你要把外面就要到时候你都不见 嗯 那时候又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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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买买买买买一条的 要去上林买一个 太难道了 现在我们 我家 我从我回来要养了多少只狗了 到可乐的话 第八只啊 第八条狗了 就是养养养大了又被人家吃养大了又被人家吃 我太难了 所以这些人是拱肉的 想吃的不知道是去买吗 是去村里面 吃三个鸡腿的 和人家的狗 起码你吃三个鸡腿的 没有鸡腿的吗 他吃三个吃完了 真的 我一弯腰就有点疼 这个 吃饭了吗 有三个鸡腿吃 不留一个给我吃 有两个鸡翅 有两个鸡腿 这个鸡腿 这么清淡 有这么多辣椒 很清淡的 把你弄是可以吃的 有甜味的 走吧 让我们先吃饭了 我去吃饭了 鸡腿 所以我们要吃饭了 这些鸡腿 就能吃饭了 这些鸡腿 我只是可以吃饭了 今天就不用烤肉 是在鸡腿 我们也有进行 没有吃饭 这是鸡腿的